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过两年的慕风祝福团队 另外就是一个最近才刚开始不到一个月的心灵更新团队 这些团队共有的特色就是他们紧紧倚靠圣灵的带领 使用圣灵的恩赐来服侍 心灵更新和一般的内在医治在手法上有许多地方不一样 心灵更新特别倚靠的是神亲自的介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神亲自来揭开谎言 而且找出这个谎言背后的原因 然后我们也邀请神亲自的来解答跟安慰当事人 然后当一个人的问题从他的根部 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医治跟释放的时候 这个人的身心灵还有情感 就很自然的会得到一个一个更新一个重建一个崭新的开始 要怎么样回家祷告跟他的属灵遮干一起祷告 同时呢我们会建议他用一些内在生活的工具 像是赞美等候神或者征赞手册 那借用里面的一些祷告词继续的为自己祷告 帮助我的人就让我想起就是 其实我曾经小时候曾经有多次多方的发誓 就是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坚强 然后很很很厉害 不需要倚靠任何人的一个人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是非常的非常的伤心 然后呢就是一直一直很非常非常伤心的哭 然后我记得我在一个很昏暗的一个街道上面 然后一个人推着一个比我身高还要高的一个行李箱 然后就是在想等一下要去哪里 那我觉得那一次当我心里这么向神脆弱的赤肉敞开的 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神他 我觉得我的心情被神理解 神也在那个时候就拔出我心里的那个剑 那个时钟剑 我也很高兴就是从去年做完心灵更加现在 已经将近要半年的时间 就是我的忧郁症也都没有再发作 那我就是我也很高兴 应该就是已经好了 感受到一个安慰到我的心里面来 我心里原来一个 因着那个羞耻感感受到的压力 就感觉到有一个平安来代替 沐丰祝福团队在一个团队的一个恩膏之下 来为人来服事 他们借着他们本身的先知预言的恩赐 来说出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 同时也说出神对这个人 他的命令心意还有计划 那我沐丰的原则是根据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集讲到说 先知的话也是安慰造就劝勉 有一位福音朋友来到沐丰 本来采取不相信的态度 后来那位同工就讲出一句话说 我感觉到神认识你 因为你小时候去过成能主旨学 那句话讲出来之后 那位福音朋友立刻的心就被震住了 他说神果然在这里 他的确小时候去了一段时间的成能主旨学 有一次一位国内来的宣教师 就是来到我们沐丰被服侍 没有人认识他 就是他来到沐丰被服侍过程之后 出来的时候泪流满面 为什么呢 因为很奇妙 神再度使用同样的经文 鼓励他再度回到合唱服侍 等到他们开口讲话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居然都很自然而然地 称呼我的小名 你要知道我来美国十几年 用的都是英文名字 很少有人用中文名字称呼我 更不用说是小名了 只有我在家的时候 爸爸妈妈和家人才会这么称呼我 那神也就是说 在接着那个同工肯定我 对这个可慕正义跟公义的一个执着 那他甚至说 他跟我说不要为恶人报复品 那在这个同工根本不知道 我里面一直在这方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愤怒 一个挣扎里面 最近我有时候忍不住跟老板埋怨同工 埋怨同事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提醒又在我里面 医治团队他们就是借着圣灵的带领开启 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医治的恩赐 开始来从事就是破除仇敌 对人身心灵各样的压制跟损害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就是要帮助那些还在痛苦疾病和仇敌压制当中的人 可以得到喜乐跟自由 有许多的人一来到医治室 一进到医治室里面就开始流泪 他们知道神在这里 神的爱跟怜悯在哪里 我在这里看到经历了许多的神迹 但是让我更多的可以感受到神的怜悯 神的爱 神对失丧灵魂的迫切 忧郁症的 有几个月都笑不出来的 他们被喜乐的灵充满 他可以一直笑笑到停不了 祷告前很明显的就是 就是坐在椅子上 拉直都是不一样长的 但是祷告完以后 一看就怎么拉都是一样的长 阿里路雅 人心的周围好亮喔 然后觉得这个光从来没那么亮过 然后当时找好电话 就打了一个最小的 坐在那个最远的地方 我居然可以看见 那个最小的字 阿里路雅 给幸福 有些人甚至讲到说 前一个星期 他们去医院 要动手术之前 临时说 医生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做一次检查 当医生帮他再做一次检查的时候 才发现肿瘤已经不见了 消失了 这位神又真又活的 在我们的当中 祷告团队他们记得祷告 守卫了许多不同的领域 不管是从美国的大选 地方的选举 或者各地的天灾危险 然后到了教会 里里外外许多的服饰 事工还有海外的特会等等 所以他们记得祷告 带给教会很大的安慰保护 同时也发挥了国度影响力 我们的意象就是心腹带导 也就是说你先来亲近神 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 那在我们为Fremont城市 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大能 Fremont有五家的按摩院关闭了 然后一家的色情酒吧关闭了 然后Fremont被评为 湾区最安全的城市 很多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的 他的个性 他的荣耀的这个启示赐给我 我的祷告是有影响的 我的祷告可以改变 我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事情 我这三年来 我一直带着我的孩子 跟着我一起祷告 我发现孩子就一直浸泡在 这个敬拜和祷告的一个气氛当中 不由自主的 他也学习到了如何来为着学校 为着我们的城市来祷告 神会拆派我们当中的祷告团体 到别的教会去带领祷告会 去建立祷告团队 成为别的教会的祝福 那他们执堂的成功 不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策略 而是因为他们的祷告 我们施工部未来的计划 是要以祷告和生命为基础 然后在恩赐上更加的受到装备跟训练 以至于能够承受老别 然后我们有两大计划在我们的心里面 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带出 耶稣基督洗年的工作 圣经上说他叫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能够看见 受压制的要得到自由 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我们希望借由各个不同的事工 能够搭出一个叫人身心灵得 痊愈的一个事工的计划 同时又能够借着沐风祝福团队 说出神对他未来的计划跟心意 以至于这个人不仅得了痊愈 过去的伤害得到医治 而且他对于未来 他有个方向有个命令 他可以开始快速地往前奔跑